好了 又到了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了 今天我在微信群聊里发起的话题讨论是 你遇到过哪些很奇妙的缘分 说到缘分 高三毕业的这个暑假 我骑电动车的时候把未来的大学班主任撞了 怎么说呢 为你的未来感到担忧啊 我只要一毕业 我读的学校就装修 这样不知道算不算是很有缘分了 扎心了老铁 我也是一样一样的 可能我们真的是缘分吧 告诉你个缘分的事吧 我爸和我妈的儿子居然都是我 你还希望不是还是咋的 你其实是冲花费送的好吧 我十年一直嚷嚷着没有女朋友 结果就真的一直没有 这缘分够奇妙了吧 大兄弟 缘分的路还很长 十年完了还有二十年 网上认识一个男孩子 交流了两年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 二十三岁来到上海 应聘工作的面试官是他 后来才知道他还是老板 现在也是我丈夫 冷冷的勾粮在我们脸上胡乱的拍 你对上面那位大兄弟打出了暴击 大王者荣耀的时候 我方永远是助队友 而对面永远是神对手 这难道不是缘分 我从字里行间已经感受到了你深深的怨念 没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孽缘吧 杀爱你 杀爱你 你们最好 我 你 你